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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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它的缺點在哪裡這樣子 對 今天都會跟你們分享 那因為我化完這個妝就要出門了 所以話不多說趕快進入到化妝老片段吧 眼鏡眼鏡我今天要用的是這個彩樣 美日泡七日彩色眼鏡 對 這個是凝灰 看到嗎 凝灰 凝灰的顏色這樣子 它基本上就是比較放大眼睛的感覺 就沒有看不太出來什麼太明顯的紋路 那我兩隻眼鏡的多數其實差蠻多的 就是我現在戴這隻它是400度 然後這隻眼鏡是200度這樣子 所以我每次眼鏡眼鏡都要買到兩盒 就噴錢噴很兇 當然好處是說我可以用的比較久 然後接下來是妝淺 對 我最近妝淺試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牙樣的這個毛孔的精華 對 我之前就一直在找就是可以早上用 然後不要太油膩比較偏清爽 就適合我這種混合鏡片有的人 做使用精華液 然後剛好看到這款我就買來試試看 大概都有幾兩下 就是它剛好就是毛孔精華 又有縮毛孔的功能 所以我現在早上都是用這個 然後它基本上也不太會跟底妝打架 然後擦起來感覺是蠻輕鬆的 所以我之前用的還蠻奇怪的 好 接下來底妝 我最近很喜歡混合防曬跟底妝 或者是這兩個 因為這個Super Stay 它跟 就是它現在也是對我的皮膚來說 有一點點太深 就是它整個乾掉之後會再深一階 然後那個顏色對我來說有點太深 所以我沒辦法單用它 然後所以我就把它混合這個 雪膚藍的這個防曬 光感透亮美肌防曬乳 這樣調起來的顏色都來說是剛剛好 剛剛好這樣 我選分底基本上都是選脖子的顏色 其實我臉比脖子黑一點 那我通常都是選脖子的顏色 這樣我就不用再特地把那個粉擦到脖子上 就只需要在臉上就好了 這樣這兩個東西混起來的效果還不錯 因為雪膚藍的這個防曬 它也是有一點潤色效果嘛 然後它基本上持妝力還OK 然後加了這個Mavelline的Super Stay之後啊 它的那個持妝效果就變得超級好耶 對 然後擦起來又不是那種很厚粉感的感覺 所以我最近都是這樣用 因為Super Stay單用的話 它的那個遮瑕力有點太高 我覺得妝感有點太重 然後把這兩個就是混合 我基本上就是手這樣搓一搓 我不會特地拿一個什麼碟子在那邊調 好我現在這樣塗完了有沒有 就是原本Super Stay的那個顏色是蠻霧的啦 那你有時候不喜歡塗太多 整個妝感會很面具 然後我這樣調了之後 它就會變成微霧感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遮瑕力 就是基本上我臉上的色差都被它遮掉了 然後臉上會透出這個微微的這個光澤感 我覺得這樣子調起來的那個 底妝超級好看 所以我最近很喜歡這樣做 而且速度很快 然後接下來是遮瑕 遮瑕我今天用 我想用這個FITME的遮瑕膏 對 我平常遮瑕不太喜歡就是 上的太 雖然我現在開始下什麼妝 但是我不太喜歡就是 把臉的那個遮瑕 就是臉的那些雀板什麼都把它遮起來 我比較不喜歡這樣 我就是稍微去遮一點點 臉上膚色不均的地方這樣就好了 然後拿一個小小的海綿 開始 我會先從比較不需要重遮瑕的地方開始推 因為一開始如果是用這種乾的海綿 在推遮瑕的話 它吸粉力會比較強 所以遮瑕力會降低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就會 比較先推在這種不需要太重遮瑕的地方 然後像黑眼線這些地方 就是最後我才會去 我才會去做那個把它拍開的動作 那現在先把嘴角這個地方都給它拍開做 就先不理它 好我接下來要畫眉毛 我這個是ZEA舊款的眉筆 對 它真的蠻耐用的 因為我真的用了好久才把它用到 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對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用 然後它就是不會隨便畫來畫 就很快就沒有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 懂得為荷包打算的人的話 可以考慮這一支 而且它也不會太難畫這樣子 它的軟硬度是比較偏中間的啦 就是比方說最軟中間跟最硬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偏硬的那個 啊ZEA就是眉筆大概就是 它軟硬度大概就是在中間這樣子 那我用眉筆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都是先畫我的眉尾 先把眉尾的線條畫出來之後 再去塗一些空洞 因為我兩邊的眉毛的那個高低差其實差蠻多的 所以我會比較 我畫眉毛會比較 care下面的輪廓線啦 就是盡量讓兩支眉毛的那個 高低差不要差太多 我會盡量調 但是我不會硬要畫到一模一樣這樣子 好 大概是這樣 就是把兩邊的那個 眉尾的形狀都給它畫出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改用眉粉畫就好了 眉頭其實用眉粉畫會那個 線條感會比較自然 而且其實這樣畫眉毛的速度會比較快 然後我現在要用的是ZA的這個 眉粉 對 我用的這個色號是一個EX5吧 就是 棕色系的 咖啡色系的眉粉 然後就只用它的刷子 先在中間這個顏色 其實我用比較胸的就是中間這個顏色 然後把眉頭 把它從眉頭帶到 眉封的位置 就是用這個眉粉去做一個銜接 這樣子畫 把它這樣銜接過來 好 然後這個地方的眉封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就會 用它的這個斜角面去沾比較深色的眉粉 沾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去補強一下 眉封的顏色 大概是這樣 日常妝不用太龜毛 然後現在眉毛差不多畫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推這個 眼下的遮瑕 目前開架 就是我覺得 拿來畫眼下比較OK的遮瑕 一個就是 Maybelline的這個FITME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鹿滑濃的那個 Super 鹿滑濃ColorStay的那個遮瑕 鹿滑濃的那個ColorStay 也跟FITME一樣也是 就是不會在眼下形成什麼 蜘蛛網啊 還是太明顯的乾紋這樣子 所以這兩款遮瑕 呃 是我用過 就是我個人比較有推薦 用在眼下的遮瑕 喔這塊海綿我都是敢用 我不會實用 但是我覺得它沒有特別好用 所以 就 不要問我這塊海綿是哪一個牌子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它還好 沒有到特別好用的時候 我就沒有特別推薦 其實我就是 呃 算是買錯東西在消耗它 對 因為我就是那種 東西只要堪用 我就會耐心把它用完 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也不會洗 基本上我就是把它弄到 我覺得 喔很髒了 我就直接把它丟一丟這樣 我現在遮瑕都塗完了 這樣子的妝感對我來說 就差不多了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咱們要來定妝 對定妝我用的是這一個 它已經 健甜皮了 這個是Catrice的 這個透明的蜜粉 對 它是羅基柔物粉餅001號 對 它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顏色的 就是不太會改變底妝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控油效果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用它 我平時都是用它在做定妝 我覺得它很好用 它就是會讓你的那個妝 感覺更霧一點 但是霧裡面還是會透出一點點 光澤感有沒有 然後它就是完全不會改變底妝顏色 然後 控油跟定妝的效果很好 這個蜜粉味是覺得它很好用的 健甜皮的東西 好 我們現在來畫點腮紅 對 最近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Miko的這個夢境下午茶的腮紅 橘色的 因為橘色 我的膚色比較偏橘色調 所以橘色對我來說就 呃 畫起來就是一個比較自然的感覺 你可以就是選 你選腮紅 如果你希望妝感看起來是自然一點 你就可以以你自己的膚色色調去挑適合你的腮紅 像我的膚色是偏橘嘛 所以我就會 橘色擦到我的臉上看起來就是一個很自然的顏色這樣子 黃皮的人也可以用橘色 然後像現在比較流行的那種奶茶色啊 就是裸色的腮紅 其實黃皮的人用起來也會很好看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呢 刷一下我的眉毛 對一樣用的是 喜密家的這個咖啡色的睫毛膏 我現在真的都是用它在刷我的睫毛這樣子 眉頭的部分我會有點點 膩著它的毛流刷 就是為了要讓它 更立體一點 製造一點點那種 我不會想要畫得很誇張啦 就是這樣稍微刷一刷眉頭 讓它製造出一點點那種 也是眉的感覺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畫眼影 我最近比較常用的眼影 其實我好像沒有拍影片跟你們聊過 是這一個 這個是Maybelline它在 美國那邊出的吧 應該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2、3月的時候推出的 這跟台灣沒有進 我之前就常常 我之前就抱怨過Maybelline 就是他們在台灣很少賣 他們在國外出的眼影產品 可是其實他們在國外出的很多眼影產品的 好評都非常非常高 我就不太懂他們為什麼不願意 拿來台灣賣這樣子 明明就台灣的女生應該沒有這麼不喜歡畫 眼妝吧 應該沒有吧 如果有的話 我在想洗蜜的眼影也不會賣這麼好啊 對不對 好那一開始呢 我們來用它的這一個 這個顏色 來做一個基礎的暈染 這個顏色我上在皮膚上 它就是會比我的膚色深一點點 就是可以加強那個深邃感 但是又可以蠻自然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的 然後下眼尾的地方也是 把它暈上去 我這次拉到快眼頭的地方 就是讓它 除了眼頭這個其實之外 讓它幾乎整個包覆住我的眼睛 通常遇到這種 跟膚色很接近很側膚色的眼影 我都會 把它範圍故意畫得比較大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迷紅的感覺是很好看的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用它的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比較偏棕紅色的一個顏色呢 去加強一下就是眼睛的那個 算是什麼 眼睛的深邃感 嗯 所以它這個 它這個眼影盤啊 幾乎所有的顏色 用在我們這種 偏黃皮的亞洲人身上 都會超級好看 然後就是稍微 邊在眼尾就好 其實日常妝 就不要太 就不要太高剛 先用它這個顏色好了 有點金 偏金的金棕色吧 我有時候想要畫 就是比較歐美感一點的眼妝啊 用這一盤也可以畫得 蠻漂亮的 然後接下來用的是 眼線液筆 這個是 這個是SOLONE的這個 紅棕色的眼線液筆 對 雖然它畫起來 它很奇怪 我用卸的時候我看的 它是紅 就是偏紅的棕色 可是它畫在我臉上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咖啡色 它這個調色是 它這個調色是花黑粉 不然這個眼線液筆是很好用的 它畫起來的那個 順暢度啊 然後那個顯色度什麼的 都很好 它很好控制 我目前的習慣是先拉上面的眼線 因為我最近喜歡 把眼線畫高一點 然後再從眼尾去接 現在眼尾看起來會有點粗 但是這樣 我覺得這種上仰的眼睛 好像感覺起來眼睛比較 上仰的眼線好像感覺 眼睛比較有精神吧 然後眼頭的部分 就是橫的拿 去填補那個 空隙 然後內眼線畫完之後呢 我要再拿回這個眼影盤 對 因為我下面的 這一塊啊 後面眼下後面 上面之一的區塊 我也習慣加深 但是我比較喜歡 用眼影去做加深 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線條感會比較自然一點 就沾它這個 霧面的這個咖啡色 然後去畫在眼尾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讓它跟那個 眼線做一個 做一點點這個連接 然後上一下 邊邊也可以稍微 帶過這樣子 有沒有這塊連接起來 看起來就 眼線形狀就 調整的比較 比較漂亮一點 好我現在兩邊的眼妝都 畫完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 加睫毛刷睫毛膏 對 這個是我在保雅亂買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之前 買了大創的 類似像這樣子的 細邊是睫毛夾 然後我就在想說 一般這種 美妝店賣的這種夾子 跟大創的到底差在哪裡 所以我後來就去買這個來用 呃 老實說 我覺得差不多 我是真的覺得用起來差不多 對 那這種形式的睫毛夾 它是很容易把睫毛夾翹的 但是它也很容易把你的睫毛夾成 九十度 對就是九十 九十度這樣子 所以夾這個的時候 就不能太用力 對我發現他們的毛病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只要太用力的話 你睫毛就會變九十度 所以夾這個的時候 就不能太太 就是用力過猛啦 對 好我現在就是 把睫毛夾翹 要用這個 因為它很容易把睫毛夾翹 所以就 蠻輕鬆的 然後我平常 最近在想要趕快把它用完 的是這個1028睫毛膏 它就是 它在我臉上會暈啊 它帶妝時間太久 因為我眼皮是會除了類型 它帶妝時間太久 它在我臉上是會暈的 可是它刷起來的妝效 確實是還不錯看的 對 但是這一隻睫毛膏的話 因為它在我臉上會暈 所以 我應該是用完這隻 就不會再回購了吧 好我現在眼狀就算完成了 大概是這樣 對 但其實我也會用這盤眼盤 畫那種比較歐美感的眼妝 對然後就是最近 呃就比較喜歡把 這個眼線畫得比較上揚一點這樣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精神比較好 大概是這樣 好 1680睫毛膏刷起來是真的 很好看 對 它的效果很好 這就是 在我眼皮上覺得有點會暈 我就覺得有點困擾這樣子 好 微微會有一圈這個 灰色的顏色有沒有 我覺得日常來說 你不要太誇張的時候 是蠻好看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上一點打亮 最近我在 平日在用的打亮是這一塊 它是那個 呃 它是什麼 Wade and Wild的 這個打亮 這塊打亮 我覺得它 它算是 對我來說算是低調的那一種 就是不會特別的 它不會就是 非常非常的亮這樣子 就比較符合我的喜好 因為我不喜歡 一上的臉上 就像Spa-Line一樣 很亮的那種 打亮 好接下來要畫鼻影 把它上在眼窩這裡 然後再往鼻子下幫帶 瘦色狼我最推薦的 就是它的這個 形狀的鼻影刷 因為它真的是很符合人體工學 你就這樣子畫下來 就結束了 畫起來就 很自然好看這樣子 它就是 完全就是有在思考人臉的形狀 在做設計 就非常非常好用 用這個畫鼻影啊 超級無敵順手 我有時候也會用一般的那種 暈染刷來畫 可是用到最後 我還是覺得瘦瘦朗的這個 斜角的這個鼻影刷 超級無敵好用 好 好我們最後就是口紅 對我最近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喜密的這個口紅 這個是幾號色 它是它的 經典斷光唇膏的05號色 這個顏色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我平常很常用它 它被我 用掉蠻多的你看 孔突然之後 我會多做一件事 就是稍微把它的那個 邊界給 暈開 就稍微用手指頭把邊界給拍開 就是讓它的那個 唇型不要這麼 這麼死 這麼死硬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一切細節 形狀細節沒有畫好的地方 好 好那就是我的今天呢 歡迎你們看的這個 我一般日常外出會畫的彩妝 對就是走一個 比較偏橘色調的 菜妝這樣子 嗯 好那用的東西 真的都是我平常 就是還蠻常用到的 彩妝皮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樣子的影片 我等一下真的要出門了 好那我是Amba47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個訂閱 拜拜